你們今天是要來抗議誰的 我知道你們今天要抗議誰嗎 抗議海毒的人 誰來的 是誰 是誰啊 要抗議誰 反正是搞海毒的 大黨開了 馬國開了 誰來的 是誰 是誰啊 要抗議誰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八九 今天又發生了一件搞笑的事情啊 我們都知道我國的副總統賴清德啊 前幾天出發前往巴拉圭 過近美國紐約 到美國的時候啊 已經晚上了 卻不見啊 小粉紅像上市那樣 集體抗議蔡英文的場面對吧 但我看到一些所謂的中國專家 話說太早啦 他們說因為中共怕刺激台灣啊 民進黨的選情 造成台灣人的反感 所以不去了 我當時看就覺得 你要等早上你要等中午嘛 肯定是因為太晚的這些粉紅意願不高 睡飽了再去 太晚了在等那個通知的時候 在沙發上面就睡了啦 結果今天台灣凌晨時間啊 美國的下午 一堆人就出現在了 飯店門口外面抗議 像上市那樣啊 笑死的點是什麼 經過上市的屈辱 他們還是一樣啊 不知悔改 上市是寫錯字嘛 數點望主寫成 數主望點 這次是連抗議誰 都答不出來 你們今天是要來抗議誰的 你知道你們今天要抗議誰嗎 抗議懷獨的人 誰來誰是誰 是誰啊 你們抗議誰 反正是搞懷獨的 啊你看連抗議的人都不知道 直接用台獨分子四個字代替 還有人喊出要打倒蔡英文 打倒蔡英文 這次來的人叫做賴清德耶 而且跟你們講句老實話 蔡英文不用你們打倒 明年五月份蔡英文絕對下台 信不信 你們連要抗議的人都不知道是誰了 你們還否認動員收錢 那裡有零錢我給錢你 我很多錢你要不要 所有錢我們大家都是投錢的 不要吃這個錢到了 OK 那裡有錢你 我們自己都拿錢來的 我們沒有付錢的 我們都是我們在 在紐約每一個抗議活動 我們沒有付錢的 我們沒有拿到錢我們自動來的 你們知道嗎 這次啊他們連戰車都出動了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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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你知道我在台灣什麼時候會看到這種車嗎 廟會的時候啦 電子花車啦 當然不免俗的 紅歌一定要先唱 打打雞鞋 讓咱們中國人民偉大復興 團結起來去對抗台獨 你們小粉紅真的是笑死人不償命耶 上個禮拜中共還在華北東北地區造成人禍 現在這個人禍天災還沒結束你們又來遞刀子了 還有一些畫面啦 由於這個聲音太過吵雜了 所以我這邊用口述轉播一下 這些小粉紅啊高知記者 台灣經濟不好你們把台灣經濟搞好啊 不要天天跟中國挑釁讓台灣人民幸福 不要跑到國外拍馬屁 結果記者反問他 那請問中國經濟好嗎 中國的失業率好嗎 中國通縮什麼什麼爆雷的問題怎麼樣呢 結果小粉紅被怼到啞口無言 最後氣炸說 咱們中國很團結啊我們都靠自己啊 完全答非所問 中國經濟現在面臨什麼問題 相信這幾個月以來啊 我的一些影片都講 昨天那支影片也有稍微點到一些問題 還敢說不要拍外國馬屁 你知道你要不要聽聽看你在講什麼 你人現在在美國 有些人可能拿了綠卡 甚至入籍了美國 你們這些高幹嘛 一定是入籍了美國 你說拍外國的馬屁 欸不就你們在拍中國這個外國的馬屁嗎 因為中國對於你現在的身分來說 因為你是美國人 你到底來美國生活幹嘛啦 中國偉大復興人 你到底來美國要幹嘛啦 還有一點就是 小粉紅啊把對等關係做生意 哦 當作是跪田 而對於他們自己啊 又是另外一個標準來看 怎麼說呢 例如台灣人美國人到中國開店 就是你們要賺中國的錢 所以你們要給我下跪 因為中國有錢 所以你們來撈錢 錯啦 來中國設廠是因為你們勞動力便宜 因為中共的政治局勢啊 導致一些工廠跟外資撤離 轉而向東南亞 但是對於小粉紅而言啊 中國的企業如果開到了海外 小粉紅就會說 你看 我在海外看到熊貓耶 我在海外看到中國的蛋炒飯耶 我在法國看到中國銀行耶 我好感動喔 我們中國這麼強大 在法國有咱們的中國銀行 主治愁現在 我們小寶 可見啦 是外國人需要中國的企業 所以中國到海外設公司 中國又牛逼了 對不對 以前小粉紅就說什麼 台商跟台商眷屬啊 兩百多萬人在中國做生意 所以中國牛逼啦 那我就想問問 按你們的邏輯 現在在非洲也有百萬的 中國商人跟其眷屬 所以非洲牛逼啦 非洲比中國厲害啦 是這樣嗎 真的是拍外國馬屁的人 真是你們耶 連你們國師禮義都拍片 痛罵過中共 年年送錢給非洲 南美洲這些窮國 讓他們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有好幾億人民幣可以拿咧 這些都是我們的納稅錢咧 而這個潛力是基於 中國福利基本是零的基礎下 我就問問最近比較嚴重 所謂的醫療反腐鬥爭 請問鬥掉了一批醫院的院長啊 還有醫院裡面黨支部的人 鬥掉那些人之後 換了一批新的院長 新的這個黨支部的人 他就不貪了嗎 對於你們百姓在中國看病 之後有什麼新的福利政策嗎 如果真的要醫療體制反腐鬥爭的話 你們的訴求應該是取消 金卡與蘭卡的區別對不對 沒有高幹病房之分 沒有什麼領導他可以住金卡病房 他可以用金卡報銷90% 我們蘭卡呢 二三十%而已 我們蘭卡還要自費 我們蘭卡很可憐 你們應該要去反腐鬥爭反這個吧 但小粉紅沒有這種視角 看不到這種問題 因為每個小粉紅都認為自己可以拿到金卡 一個人均一萬三的國家 敢罵一個人均三萬三美金的國家 欸你們台灣要搞好經濟喔 你搞笑喔 那我肯定也可以痛罵人均八萬的美國 美國你經濟不好 美國你要搞好經濟喔 痛罵瑞典人均五萬五 瑞典你人均五萬五而已 你要搞好經濟喔 我才三萬多而已耶 大家還記得嗎 前幾個月有個廈門的小粉紅跟我連線直播 裡面狂說新加坡人均九萬完勝台灣 我當時就嗆他 你是新加坡人嗎 你中共贏新加坡了嗎 新加坡人均九萬跟你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均一萬三有什麼關係啊 你怎麼不拿自己人均一萬三來噴我們台灣三萬三 還敢說台灣停滯了三十年 三十年前台灣的人均是一萬美啦 現在台灣人均三萬三啦 漲了兩萬三啦 三十年前中國的人均是三百四十八塊啦 現在漲到一萬三啦 也就是這三十年你們才成長一萬二我們成長兩萬三 你說我們成長兩萬三的人 經濟停滯輸成長一萬二的人 數學很棒耶 而這些抗議的人 你怎麼不去抗議桌州霸州黑龍江洩洪 導致這些災民苦不堪言 還被坑還只配吃白州跟拿三十塊補助 怎麼不出來噴這些倒賣物資啊 扣押物資 受災期間逃難的災民啊 走高速公路還給我收費一一攔檢耶 你怎麼不噴 聖上 在秦皇島度假游泳 無視災民泡水 甚至小粉紅啊 還一度語無倫次 原本是想說台灣是中國了 台灣沒有總統 結果緊張說到 中國沒有台灣沒有總統 還重複了兩次 欸正解 中國沒有台灣 對沒錯 還有人說啊 台獨BS 記者反問他中國有民主嗎 小粉紅說中國有民主喔 中國也有法律 美國也有法律 每個國家法律不一樣 他還說啦 我們中國的法律就是我們領導 欸對說得很好 不演了 中國的法律確實就是領導的看法 對不對 演都不演了 最後還是要說一下中共的操作 這些人啊 這些去抗議的幹部 其實是有拿錢的 他們這些團體的經費啊 也是有中國大使館那邊 各種民意私底下撥款給你的 一些知情的民眾也是有給錢的 那些傻傻被叫去的都是沒有拿錢的 但是上面一樣有撥經費下來對吧 但是你這些錢啊 就會被中共打手組織 像是什麼福州上海廣東同鄉會 攤掉 再說一次啊 不要用民主國家的思維去看中國 他們海外組織都是有黨的人 即便是留學生在海外也是要集體被監視的 被監控的啊 有些群組裡面都有黨的人啊 那個群組裡面有沒有黨的人 有沒有這個書記 有沒有領事館的工作人員跟你說 某些期間會發生什麼敏感的事情啊 什麼話不要講 不要去抗議現場 有沒有 你們自己心知肚明啊 而之前一些所謂的研究中國專家還說什麼 現在中共不敢組織抗議 是怕刺激反共選情 其實不然啊 對於盛唱的政策來說 就是硬幹難幹到底 你自己去觀察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啊 至今的洩洪什麼都還是這樣啊 而中共還是一樣會用所謂的民間同鄉會去操作 讓大家以為那是人民自發的 不是中共組織的 所以我們負責揭露就好 5月份有個78歲的美國籍的香港公民 梁承韻 他在美國就是擔任德州中國統促會的主席 參加了很多反台獨的活動 最後在5月份被中共判刑 判什麼?說他是雙面間諜 所以勸你們就是海外舔共的團體啊 好自為之 你身後確實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隨時扣你帽子 你問問秦剛就知道啦 好那我們持續期待幾天後的 舊金三小粉紅之亂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次見啦 掰 歡迎耐清台灣 歡迎耐清台灣 保護台灣民族 保護台灣民族 保護台灣自由 拒絕中共入侵 拒絕中國入侵 中國人反對入侵台灣 中國人反對入侵台灣 歡迎耐清台灣 Α